早餐店監視器画面上方 一黑一白两部轿车 车头相撞 猛力撞击 黑色轿车整辆冲进早餐店 黑色轿车卡在早餐店骑楼 桌椅都撞到喷飞 车壳零件四散 现场凌乱不堪 用餐民众吓得逃出店外 早上接近九点钟 高雄左营区这间早餐店 当时不少人正在用餐 一部黑色轿车突然撞了进来 原来他当时正要左转 却疑似没有礼让执行的白色轿车 发生擦撞之后 失控滑进早餐店 白色轿车状况也很惨 引擎盖掀了起来 最后人员到达现场 替驾驶检查伤势 本次事故导致两位汽车驾驶 均手脚擦挫伤 早餐店内顾客则未受伤 一早的车祸吓坏民众 幸好早餐店没有人受到波及 详细车祸原因 还有待警方厘清 米西文这三亭红顺德江可罗安 高雄是报道 请不吝点赞 постав